你记得后面的事情吗 阿尔胖逼近周瑞眼前 盯着他的瞳孔 还发生了什么 周瑞抹掉了那段回忆 那太痛苦 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应得的 我们踢开你的饭碗 质问你为什么破坏歌踪比赛 有人动手了 你不能呼吸 阿尔胖将周瑞撞在墙上 用膝盖顶着他 手腕紧紧地卡住脖子 周瑞脸色涨红 那段记忆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不容逃避 五六个同学包围了他 拳脚相加 吐沫 咒骂 拳头 鲜血四溅 还有周瑞尽力的哭声 洛家尽力的表现 还原当时的周瑞 左躲右闪 躲不过周围的拳脚 撞到茶几 把桌面的水果饮料扫落地面 他狠狠地惊叫 已经融入到周瑞当时的情景 悲从中来 抱头放声大哭 你们在干什么 黄静不解地看着这一切 他哪里明白雷里行的用心 看着满屋子的人 进入癫狂状态 惊吓了他 周瑞眼烧一动 现在并非二十年前 就要惊醒 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他一旦从过去的回忆中 苏醒过来 治疗便要功亏一篑 洛家急急走到黄静面前 曹老师 曹老师 他们打我 曹老师不会原谅我的 他为了歌勇比赛费尽心血 怎么会原谅我 周瑞再次被拉回到二十年前 你忘记了吗 未必会走到周瑞面前 挡在了前面 阿尔胖赶紧把黄静拉到一边 他差点破坏了这次诊疗 忘记了什么 周瑞茫然 这些早就被他刻意忘记 三天后 你来上学的时候 曹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话 你爸妈也在 未必会对那一天记忆深刻 那是小学期间 最严重的肢体冲突 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自己摔倒的 他们不相信 周瑞急急地辩解 他想起来了 妈妈流泪 为自己换下撕破的衣服 包扎膝盖 额头和胳膊 所有流血的地方 爸爸含着泪水 紧紧咬着牙 在周瑞印象中 爸爸第一次那么生气 从那天起 你更沉默自闭了 每天只学习 不和任何同学交往 你本来很调皮 学习成绩也不好 可是毕业考试的时候 你考上了六中 显当时最好的中学 未必会没想到 记忆是如此的鲜活 记忆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妈妈拿着成绩 骑着自行车 从楼前的小路 风风火火地绕过来 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爸爸把自己举起来 全家人开心地大笑 在家里流泪庆祝 不仅为庆祝考上最好的中学 也为摆脱那个噩梦般的经历 周瑞没有被击倒 反而愈挫愈强 他更加勇意和专注 坚韧不拔 却变得沉默寡言 这很难说清是好是坏 他专注于学习 考上最好的中学 高考成绩 超出录取分数线一百多分 他可以挑选清华北大最好的专业 他默默选择了父母所在的大学 他自闭了 不敢离开父母的温暖 大学四年 他没有住宿舍 而是住在家里 直到大学毕业考到北京读研究生 他遇到了洛南山 然后便是洛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总之 之前的那一夜接过去了 他幼小的心灵受到重创 埋下了变异的种子 二十年了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我一直想对你说 对不起 二胖走到周瑞身边 他的泪水沾湿了衣领 是我的错 周瑞顽强地承认 我们曾经是好朋友 一起上学下课 无忧无虑 自从那件事之后 你再也没有和我们说过一句话 未必会心里也压着这件事 知道吗 我们每年去曹老师家里拜年 他每次都问你 问你在中学的情况 非常细 问你是不是和同学说话了 成绩怎么样了 你高考成绩出来 他逢人便讲 周瑞在六中考了第十名 清华北大随便挑 你知道他有多开心吗 老师 现在还好吗 周瑞听到这里 泪水又涌出来 他退休了 他常常责怪没有保护好你 他当了三十年的小学老师 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我们去年去看他 他总用眼神寻找 他在寻找你 每次都是失望和伤心 未必会常与曹老师联系 往事仿佛就在眼前 二胖递过一张纸片 这是曹老师的电话号码 你随时都可以打过去 他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过去迅速闪回 记忆有了生命 曹老师严肃地训斥着同学 他摸着自己的头 劝慰饱含泪水 轻轻抚摸自己的伤口 抱着自己受伤的肩膀叹气 目光像妈妈一样 一幕幕浮现在周睿眼前 二胖的道歉 未必会悄悄地打来午饭 我看见他们的歉意 却选择熟视无睹 只要说声没关系 他们便会重新接纳自己 我却选择了自闭 一律不回应 不理睬 洛家取来纸片 拿出手机递给周睿 打给曹老师吧 周睿眼眶中浸满泪水 眼前一片模糊 洛家打开手机免提 按号码拨了过去 铃声响了两声 那边便传出一个男声 洛家替周睿问道 请问曹老师在吗 电话那头沉寂 二胖核对号码没错 请问这是曹老师家吗 是 可是我妈妈已经 电话那头的男子哭泣起来 大家模糊想到什么 他的回答果然证实了猜测 两个月前走的 你们是妈妈的学生吗 二胖得知噩耗 脸色难看极了 未必会 已经抹起了眼泪 他们无心再提 唱歌比赛的事情 询问着老师 身前身后的安排 洛家却十分着急 周睿的心脏 没有破绝 明天就要开始招投标 方案介绍最为关键 曹老师却在这个 节骨眼离世 该怎么办 洛家等他们话题见微 试探着询问道 曹老师有留下什么话吗 啊 二胖 妈妈有一段录音 曹老师的儿子被提醒 去寻找磁带和录音机 过不多会儿回来 这是妈妈临终前 给每一期学生做的磁带 我放给你们听 曹老师念着每个学生的名字 叙述着熟悉的往事 从入学到期中期末考试 每一次运动会 每一次大型的活动 他的声音极为虚弱 将要断绝之际 便停下来重新录制 他带过将近五六七的班主任 录制肯定用了不少的时间 他在燃烧着最后的生命 周睿骤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出现在老师口中 恍如隔世 自从唱歌比赛之后 他就力图忘记这些记忆 却在洛家的导演下 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 曹老师说到了那次唱歌比赛 即便没有去北京参加比赛 他们仍然是燕塔区的冠军 一个令曹老师记忆的时刻 耳胖比赛比赛 你们在北京 听说周睿也在 自从他转学之后 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逢年过节你们都来 唯独他不在 我听说 他在新学校里学习不错 考上很好的大学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一直说 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可是我没有做到 那次唱歌比赛 周睿失误 二胖和几个同学 去调回头去 我可以阻止 我也应该找周睿 好好地谈谈 及时与同学们讲清楚 我也没有来得及 第二天便发生了 那样的事情 我扪心自问 如果失误的不是周睿 而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会怎么样 我肯定会把他搂在怀里 保护他不受伤害 曹老师停下声音 辩不清这是他休息 还是等待回答 周睿满脸的泪水 拼命地点头 他只记得自己 搞砸了演唱会 内疚自责 强迫自己 忘了其余的记忆 心里本来就没有怨恨 反而满满的 都是曹老师慈爱的回忆 向电话中大声地喊着 老师 谢谢你培养我长大 都怪我搞砸了比赛 曹老师恢复着体力 继续说下去 周睿满脸 谁都有失误和过错 这很正常 老师想请你做一件事 你能答应吗 你们再唱一遍那首歌 接受老师的道歉 好吗 电话中飘出曹老师的歌声 洛家为周睿 释去纵横的泪水 击打着节拍 陪他一起唱起来 陪他一起唱起来 日落西山 红下飞 战士打巴巴 因鬼 把因鬼 他按照雷厉行的指点 找到二胖和未必会 找回周睿 遗落的记忆 找到自闭的根源 缝补了二十年前的伤口 周睿终于完整地唱出了这首歌 可是 明天的招投标 他能够超水平发挥吗 周五 上午十点整 大会议室中 人山人海 赵勇早早来到了会场 交了标书 坐进后排位置 观察形势 唐南军碰碰他的胳膊 问道 协议准备好了吗 如果一切顺利 下午便能宣布招投标结果 中标厂家留下来协商合同条款 择日举行签约仪式 所以每个厂家都备好协议 赵勇拍拍电脑回答 在这儿 给我考一下 检查一下 唐南军取出U盘 交给赵勇 韦齐峰依旧三件套西装 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杰克咄咄逼人的气势 自从雷厉行上任 很多项目都遭受巨大的竞争压力 他拐弯抹角打听 对手竟然是杰克的新人 一支队伍正在锻造 走向强悍的巅峰 加以时日 他们将一波波扑来 洛家就是其中的先锋 刘明军在团队中 本算是高手 在最根深蒂固的根据地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韦齐峰亲自上阵 凭着积累数年的关系 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占不到上风 他不寒而栗 雷厉行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奇人物 幸好 雷厉行与赵大群势不两立 如此强悍的敌人 终会被自己人干掉 也许这就是宿命 洛家踩着点到达 像磁场一样 吸引着每一个人的注意力 他不避不让走到中间 挨着韦齐峰坐下 周瑞跟班一样的在半步之后 挤进两人中间 韦齐峰依旧看着主席台 当周瑞不存在 就是重提 人力资源开出了新条件 周瑞左右看看 才知道韦齐峰在与洛家说话 他要去惠康 洛家向他解释 他们通过勇家集团来挖我 满意吗 韦齐峰转过头来 看着洛家的表情 我们赢下这个订单 你们会不会给他的待遇再加一些 周瑞的反问十分巧妙 也很合理 洛家打得越狠就越有价值 惠康肯付的薪水就会越多 据我所知 跨国公司不允许办公室练情 曝光之后总得有人离开 何不未遇筹谋 韦齐峰淡淡地 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 劝说洛家辞职 这句话噎住了周瑞 他们偷偷摸摸地在一起 早晚都要被发现 必然有一方辞职 韦齐峰占了上风 没关系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你们即便输了 我也不会降条件 洛家不肯吃亏 替周瑞反驳 小西来了 杰克 不用担心办公室练情 你们为什么反而分手了 韦齐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洛家立即读出表情 他仍然对罗小西念念不忘 突然会议时两山大门打开 众人纷纷抬头 方恩山带队进去 反而坐在主席台的末尾 赵洪和自然而然地居中而坐 评委们各自入座 王凯坐在二人之间 张大强最后进来 全场哗然 他怎么会再出现在招头标现场 他不是被废掉了吗 大强 张大强 张主任 三种声音一起冒出来 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关系 洛家宁神观察 销售代表们的反应和神情 周睿四处观察 嘴巴送到洛家耳边 赵勇和唐南军很吃惊 神色如常的人 肯定知道真相 才是真正的对手 周睿和洛家倾听的 基本功炉火纯青 在张大强出现的片刻 余光一扫 主要对手们的表情 进入眼帘 便能够判断出 关系深浅和竞争态势 众人之中 只有尾其风 神色如常 正在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张大强不像以往那样 指高气昂地坐在中间 而是挤在靠门的角落 视线扫下来 厂家代表们的目光 退避三舍 洛家目光 毫不躲闪地迎上去 碰在一起 点点头 嘴角向两边一挑 做出轻微的笑容 释放出善意 张大强露出难以察觉的笑容 目光掠过周锐 直指尾其风 不怒自威 目光如同泰山 凌空压下 尾其风不能硬扛 不得不低头向下 挫折感油然而生 这个张大强 一周未见 竟然变得如此强悍 洛家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扶在周锐耳边 张大强和尾其风对上了 怎么知道 周锐小雷达的功率 远不及洛家 还浑然不觉 洛家一边说话 注意力仍然锁定主席台 目光落在王凯身上 王凯不顾在大厅广众之下 向洛家举手微笑 尽显支持态度 引得尾其风赫然警觉 他的目光在射向赵红河 他却一副悠然神态 目光一向张大强 微微一笑 洛家立即读懂 目光中的含义 张大强回来了 那是绝对的利好 这就是赵红河微笑的原因 洛家转向方恩山 他却把目光飘开 按下麦克风 老声长谈的宣布 我宣布 北京智能交通系统 二期工程硬件招标正式开始 请各个厂家提交建议书 以及相关文件 如果不能提交全部文件 或者文件不符合要求 将取消本次招标资格 洛家目光这么一扫 立即辨别出来 赵红河 王凯和张大强倒向几方 方恩山却仍然支持惠康 他目光再向评委们扫去 去判断他们的立场 两名评委的目光跳开 显示信中发虚 心迹可疑 洛家记下他们的名字 递给周润 查查这两人 标书完整 进入商务标环节 方恩山的宣布突然起来 惊住众人 技术标与商务标的顺序调整 游戏规则顿时改变 这次招投标 不同以往 那个是人吗 �航部分 好 这个如何 就好 杉津